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用多10年间 下一代不记得了 不过当然下一代 政府如果这样一样有它敏感日子 就是你会制造 以前我们就是文革 就是八九六四 现在就是零三十九 其实很老实地说 这件事当然是整个社会的创伤 但是它的规模 譬如能够证实死亡的人数 其实你跟六四比也没得比 差很远的 其实真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在从政事上 你做一些效果 虽然好像这样 譬如我们现在 没理由跟我政权想起来 你其实是可以令到香港 不要去到这样的环境 可以 不是说要原谅你 但起码可以继续走下去 那你要自己拿来的 那些东西 这些隔十多年的失灵 是不是 未必那么久 未必那么久 是不是 因为 只是看历史 那你历史上面这些事情 喂 说真的 你禁得到吗 这些必然会发生的 如果你政府本质 一定会发生的 不是啊 你管治 你能力不够 那其实呢 啊 香港人因为本身这么成熟 我们自己找到路走的 但是呢 当你做到这样的时候 啊 还不断 因为要变本加利 就这样 蓋上去 要遮掩方言 啊 那你必然会出现的 你猜我们知道 他当然知道 是吧 那你可以拖到什么时候呢 好了 那今天呢 真是说真的很累 因为我呢 其实都 昨天我都是看了半场 三点的场 替斯朗的场 但是呢 都是四五点才睡 那我天然醒了 八点多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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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点多钟 已经出了门口了 ok 那我去拿这个特区护照了 是 因为我旁边而已 那一会儿我都会讲一下的 那虽然呢 就是 今天大家都看到了 就是你香港人 其实有些报道 又很不负责任的 什么特区护照 明年去欧洲呢 就要申请一个叫 ETIAS ETIAS 这样的东西 但是其实呢 应该是BNO 你就算是BNO 都要的 拿ETIAS 这个东西 但是他就否认 这个不是要你 其实一会儿我解释 就不是要你签证 但其实就等于签证 就是你要做的事 就有签证 这样的意思 一会儿才讲 都是在这一节里面 我想讲一下 这个外交部崔建聪 这个是外交部驻港特派员 他呢 就批评 离任的海外法官 他没有讲哪个名字 就讲了名字 应该就是沈耀迅 就说他呢 双重标准 不负责任 也都说呢 他在外交层面 会协助本港 和更多的国家联系 而现在香港最重要的呢 就是发展经济 他分了几个讲话 首先呢 他就接见一个蔡若连 为什麽呢 蔡若连是 和多名新任的中小学的校长 去到这个外交部驻港 专联工处那里面姓 好 关于那些出租的校长物品 不是啊 其实我 其实是蔡若连 为什麽要去见这个外交部驻港 特派员 我都很奇怪 就是啊 就算蔡若连 不要讲这些 好吧 那么 他就说呢 他和这一班中小学的校长 和蔡若连呢 就讲解国安法 这个就是他出现的那个因 那我就不讲这些 大家明白了 那外交部是国安官署的吗 其实我都不关 我都不关 我真的完全是九五八八的 第一 外交部为什麽会去见这些 就是校长呢 或者教育官员呢 第二 如果真的要见他们的 那都是讲一些 关于外交 或者关于教育的东西 就是家约是 说国安 是的 神經病 如果说九五八八的 所以我说不要说 这个是那个背景 所以我们就 有记者去採访他 那他就说呢 美国政客思想落后 为什麽 因为他们制裁 香港的官员 你说是 是 神经病来的 没问题的 那关于思想落后 前进 就是前进一点的人 就不会制裁你们 思想前进 那这些真的没有什麽意思 那这些 最主要呢 他就凭这个 神耀信 那我不讲神耀信 讲那些东西了 不负责任 我真是想讲 那你要神耀信 怎样负责任呢 他怎样负责任 其实他现在负责任 他因为每一个人 是自己言论负责任的 他现在都负责任 他被你吊 你就批评他 没什麽所谓的 我就 我就觉得他 如果你问很多人 我都讲得太迟了 在事情未去到 那麽弯的时候 讲是否会好些 好了 另外 他又说 我在这里 完全没有听见 有大企业 离开香港 我说你外交部住 外交部 特派专员 又会听到 不要紧要 他说 我上任后 我说你会在外交层面 协助香港 对外发展 你硬说 你是外交部 就是外交层面 我都不知道外交部 你能不能想象到 日本的美魔女 叫什麽名字 何名字 何春莹 何春莹 大哥都不知道就是他 就是被人搬 有没有验证过 但是真的不就是他 真的像 正不正才可以 很蒙 那张相 是 不是 你不是说 如果做了十几十年一定可以 一定可以 一定可以 你不要说他正不正 就是 不要说到自己这么高 其实 为什么呢 我跟大家说 十几年 我跟大家说 男人真的很容易 是不是 有一天 就算我们在街上见到一条女儿 好准备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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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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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说到极端 不要说到极端 我只能说一个 四天多五十岁 百五磅 百四五磅 是的 那些 就韩马 喂 那当然你不知道 他就这么狠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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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在他旁边脱衫 大家要找人去计时薪报仕 还几个音债 就要做个动作 或者之前计了 那你决定还不还呢 那你不一定还完 我现在这样的经济环境 我们现在香港真的很大祸 好了 他说没听过有什么大企业要来香港 他说会在外交层面协助香港对外发展 老实说 你对什么先 现在我只见到我们伟大祖国 都好像不太相信你 原来香港 你们懂吗 他还说香港在推动经济和政治 要取得平衡 现在就要聚焦经济 你只说这些说话 我们已经觉得多鲠鱼 怎样为止取得平衡 你都这么渐狼 你说你怎样取得平衡 我怎样平衡呢 是吧 说真的 那我教香港的官员 你们不要回答爹 什么事都不要回答爹 会好一点的 未必好得多少 因为做年轻 但是怎样都好一点 就不是战狼埋一份 秒嘴秒舌 老实说 不要说什么 就算那些拉国旗那些 你说对香港是有 就是拉国歌 没有李新唱那些 是对香港好一点 还是差一点 说好香港故事 是吧 老实说 现在出别人传得很重要 尤其是海外那些 因为他们最喜欢说话 是香港故事 第一 证明他们是对的 第二 收事保证 但是 你都不能不想的 特别是我们 正所不知名何要为君子 去年我们都说过 亚子未升任的师傅 说香港会发生 从来未发生过的事 那是否真的可能会 不知道 真是这样说 譬如说 会脱欧 你怎样知道 又或者真的会 所谓的撤桥 真的撤走 那我就不觉得会是 短期内 但是 大家真的 你去到这样 譬如很多人 那些钱就 不断不断去外边 香港是香港 国际金融城市 你不断会出去 当你一天终于痛的时候 某一程度限制 存钱就问你了 拿钱就问你了 你不要做这个动作 尤其是游志可 一做这个动作 为什么要回出去 马先生 什么事 那些人更加害怕 那你不做 又不断回 那怎样呢 所以都是危 另外 一个叫做梅瑞言 梅瑞言 是什么呢 曾经 他99岁了 在香港做过 非常任法官 即是中審法院 是澳洲 前澳洲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 做到2015年 即9年前 即90岁才 才恢复香港 是非常任法官的 他出来说话 他当然 他就 说不能够接纳 北京对神耀信 人格的批评 那他们一定是站在那一旁 那我没有什么特别要说 反而 所以我觉得 我是他的年纪 还是那些法律人 他是傲慢 还是怎样呢 就令到我们这些 不是讀法律的人 真的会觉得他们很淤 很淤 为什么呢 最主要他在明报 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说 支持香港海外非常任法官的制度 这个没问题 也都同意留任法官的看法 他首先是尊重这个 不能够接纳 陈耀信被批评 他认为陈耀信是 人格是没问题的 但是他又同意留任法官的看法 因为陈耀信批评国安法 冲击香港法治 但是梅瑞賢 99岁的 前澳洲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 就认为 就算法官不同意条文 例如很严苛 或者侵犯人权 只要法例本身有效 法官就只能够 以法断法 所以 虽然他有认同 有关原则可能会导致法官 被视为支持厄迫的体制 所以最好的做法就是海外法官 避免处理引起爭议案件 这个呢 我就说他是完美 梅瑞賢 这个 示范了 demonstrate 這些法学素养 那么高的人 我不说人格 那个法学的盲点 或者我们最简单 就是读书读猛 好迂 你明白他说什么呢 我刚才 其实也有很多 包括岑耀迅之前 都有说过这些说话 没办法 你怪我什么 只要法律是有效的 法律有效就是 譬如我们香港这样 喂 人大释法 他是最高法律制定的权利 在基本法上也写明 有这样的 即使他们说完 就算他们的侵犯人权也好 我们都唯有依法照判 OK 忠然 可能我们会被认为 打压人权的帮兇 即是他其实某程度 是为他的同业 现在留任的同业 解套 解困 这一点 亦都是很多 即是我觉得 很多猛烈 我真的要这么说 香港未必一定是蓝丝 很多猛烈都说 那是 真的会这么想 那怎么办 那你问我可以怎么办 那我当然会有我的想法 我不用跟你说 是吧 当你如果认为那些 即是这么说 首先 你们只要你不否定那个政权 即使是好像伊朗 北韩 那样 是吧 你好像我不见到有什么国家 你说他邪恶决心 就算美国说制裁他 即是没有人将他 视为一个非法政权 北韩 朝鲜 金正恩政权 是不是合法政权 那他做你就合法 他的法例是合法 真的用你们的说法 是吧 那我即使去做都是无奈的 是不是说这些 其实现在留任的 很多指定法官呢 我想他们都是 用这个信念留任的 去说服自己 但是就算用这个信念 留任 真的被我见到 那你是不是可以 在判辞判刑上 都有一些表达呢 但我们看到不是 甚至乎更加厉害 是吧 所以呢 就算这些是九十九岁 澳洲前首席法官 就是应该这样说 我不要用什么呢 应该就是说 其实法律 法律这件事 是多不完美 是多不完美 是吧 他这样这些呢 其实真的 跟我们以前法家的信念 有少少类似 好了 我们先讲讲这个 歐洲入境先 欧盟和神根公约国家 将就享有免签证入境的旅客 免签证 包括香港特区 护照或者BNO的持有人呢 推出新的入境组织 其实之前讲过的了 就是呢 你要去欧洲之前呢 就要在这个欧盟旅行资讯 和授权系统 ETIAS 进行登记 就收你七欧 七欧 五十多六十元 那你要申报个案资料 犯罪记录 等等 一般来讲呢 三四日内就会批到的了 个别个案就会三十日才处理到 你要有什么资料呢 有效的护照 证明被年龄生日 公民身份 居住地 电邮 有没有犯罪记录 其实你要做的事呢 就和你申请签证一样了 已经是 是吧 亦都需时 亦都要付钱 所以即使这一个不是签证 其实都等于是签证 你问我 是吧 但其实这个东西呢 在很多地方都有了 这个欧盟旅行资讯 和授权系统呢 其实就是呢 去夾你们的个人资料 就是说呢 因为为什么呢 第三季起呢 欧盟国家和神根国家呢 都要有一个新入境系统 入境的时候呢 就掃描你的样子 和指纹 OK 亦都以后不会再在护照上面 扔印了 那去拍 即是有业界人士就认为呢 现在每个客人这样 可以快三十秒 你当然不是很快 快三十秒而已 但是呢 以整体的效率来说 就会快很多了 但是 就是 我现在在想 我们普通人 没有什么特别 说我们都信 喂 你现在他们 其实 比如我出门 我都很震惊的 他什么时候呢 第一次是最初的时候 应该是身份证 是吧 在不知一年前 两年前 三年前 还是封关的时候 我一次刚刚开关的时候 我一出去就说 咦 你这些东西都不用过 咦 你这样走 拿着个Botting Pass 进去禁区的时候 咦 你这样走着 那便走着去 走着去 好了 迟些连子民都不用进去 现在其实 这些国家 其实很多国家都在采用着 包括日本等等 即是说 以后 只要我们一登记 这个ET ETIUS 其实 在这些欧盟国家 神僧通约国家 他都会有你们那些 人面识别 指纹系统 各样的其他东西 是吧 老实方 我又不会觉得我是 几十亿人里面的其中一个 我 那些人都知道 你们来做什么 但是你发觉 我们越来越多东西 越来越多国家资料 是暴露在 我们不知道的 空单的人手上 那你怎样 那你这些 你这些现在是欧盟 要迟些 我想全世界都是这样的 加快 是吧 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 好像赤条条 被有人盯着你 是吧 是吧 那你说 我拿BNO 都要 一样要 其实 你说 免签证 其实签证差不多 好 有下转 有下转